您哪上我们家周边打听打听那样 我爸我妈是不是真疼我 是像你说的这样吗 疼你疼你 本来啊 你生什么气啊 废话 确实疼的这事我们也都知道 尤其他爸最疼他 每天上学放学 都是他爸也来接送他 这点来说特别感动 风雨无阻 有一次赶上下了特别大的雨 他爸来接他就带了一把伞 这时候看出父爱的伟大 是吗 把伞拿起来 儿子 你看你干占我便宜 你这回 你占谁便宜啊 上那边说 爸爸干什么呀 这句撞过来 儿子 没完了 这学这个事嘛 你自己学 儿子 下这么大雨 来就这一把伞 伞给你 你打伞 爸爸你呢 我打车 呗 你别白白了 那是亲爹吗 我打伞 我爸打车 那时候哪像现在打车 是搭车 吃我搭 你倒霉在这拼金上了 搭车呀 怎么搭车 你爸骑着大二八自行车来接的你 我爸骑二八 对了 骑着大二八 儿子 上车 他往后座一坐 他爸来一个大片腿 再挑他 掉下了 我爸拿我当沙袋了 你看这怎么还掉起来 你这是 别哭别哭 掏出一个棒棒糖来 当嘴 别哭了别哭了 太狠了这样 吃吃棒棒糖 坐后面坐后面 那怎么左手拔好把 右手拔大梁 刹车 脚点地下雨算个屁 什么模样呢这是 蹬得快呀 但是你别看那时候他小 但是孩子不缺心眼 对 多新鲜呢 本来也不缺 知道他爸在前面这淋着雨啊 拿着伞先给他爸爸也撑着点 但是那时候他个头不够高啊 他那时候可能就比现在高一点 对 知道 我臭臭了 不是矮一点 矮很多 够不着 这时候怎么办 他脚下挖车一蹬 坏了 怎么 脚啊插到这车壳里边 疼着他都不敢喊呐 怎么不喊呐 喊爸爸糖不掉了吗 我应该得糖尿病去了 但是他爸爸感觉到了 怎么蹬不动了 费劲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站起来当哪 好家伙 后来发现的时候 他都休克 能活着就不易了 腿都快磨到大胯了 好嘛 赶紧奔医院吧 对 好 奔医院着急啊 没注意路上有一个大水坑 好家伙说是十大十块 车跟他就过去了 他爸爸一个后红帆跳上来 他跟车掉过去 你瞧这多 你瞧这孩子怎么不瞎了呀你 废话 我腿都磨没了怎么下去 赶紧一个前方翻去救他呀 这就别放了就 这时候路人都过来 赶紧跟着捞啊 赶紧救 一边捞还一边劝他爸爸 怎么劝他呀 先捞孩子 对 我爸爸捞车呢 他爸爸没事 孩子不能生锈 可以了 棒棒糖 行了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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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